唐大叔今天教你一道 胡萝卜鸡蛋饼 我们先把这鸡蛋液 加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 料酒 然后我们加入 这么一勺葱花 然后再加入一勺香葱花 这样我们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面粉 这时候烧热之后 你看我们把胡萝卜进锅 给它边熟边软 我们边个两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点盐 这时候我们可以关火了 然后我们把鸡蛋和面粉 一定要搅拌均匀 记得我们加面的时候 不要加的太多 一次次往里加 然后我们再来一勺 像这样的话 就容易把面能和开 搅拌均匀了 没有疙瘩了 然后把面和鸡蛋糊 我们倒上 好了 我关中火 加盖 稍微的焖它三分钟 好了 你看 时间到了 来 我大翻勺一下 好了 这个煎好蛋饼 我们就出盘了 胡萝卜丝鸡蛋饼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呢 一定给我点个赞 咱们把您打开 тем 感谢观看